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6月22日星期二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疫情的最新進展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近日 東莞市進行了全員核酸檢測 在網路上封存一張圖片 這張圖片顯示 東莞市有一輛運輸車 是裝載民眾去做檢測 第二宗消息 林鄭昨天見記者的時候 就繼續呼籲市民去打針 他還說到 他原先的目標是每天有4萬人去打針 他還提到 為了令到失業的人可以有事做 市民是應該去登記打針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跟進一下東莞方面的情況 東莞市近日新增了一宗確診病例 是來自東莞的麻沖鎮 當地開展了全市全員核酸檢測 麻沖鎮全鎮進行封控 指入不出 另外 疫情也有蔓延到海南島的跡象 在海口市就發現了一宗疑似的病例 涉事的男人 早前從東莞經深圳機場 飛回去海口 初步檢測就是陽性 覆檢就是陰性 目前 這個男人所住的小區已經進行了封閉管理 並且又要動員 全員核酸檢測 另外 在網路上 那邊瘋傳一張圖片 這張圖片 指東莞市靈活地改裝一輛的運輸車 容易安排運輸居民進行核酸檢測 其實 那張圖片 挺嚇人的 一來 這些運輸車 就算怎樣進行改裝 或是做一些清潔的程序 其實它怎麼都會殘留有一陣鎚 更何況是做清潔的 它有沒有做 很完整 還是很便宜 那你的衛生條件本身 已經有個疑問 第二 在這輛運輸車上 竟然是質到爆棚 全部都是民眾 連一個基本的社交距離都保持不了 不要說兩米 簡直站得像人貼人一樣 雖然全部人都是戴口罩 但是大熱天時 大家又穿短袖衣 在運輸車上又沒有冷氣 萬一那些人出汗的時候 又手貼手 究竟會不會構成一些風險呢 我不是專家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防口水防鼻體 一定有用 但是那些汗液 究竟會不會 有病毒存在 我真的不懂 要問問專家才知道 其實 安排一些民眾進行核酸檢測 那個目的都是為了防疫抗疫 但是在執行的過程中 根本上就是罔顧了這個目的 甚至乎是有多少背道而馳 安排一些人去做核酸檢測 就不是站得那麼密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如果一個人中招 就隨時全車人糟糕了 那怎樣防疫抗疫呢 而且這些安排其實就很野蠻 和是很非人性化的 如果是講究人權的地方 會不會這樣做 整個運租車安排人 去做檢測 不過大陸的東西就是那麼奇怪 運租車就拿來裝人 垃圾車就去裝肉類 送去封閉式管理的小區派給民眾 好了 接著我們又看看深圳市的情況 是怎樣 之前深圳市說要做核酸檢測 有些確診病例 原來對於鹽田港的運作 就構成了一定影響 目前 鹽田國際集裝商碼頭的整體操作能力 只是恢復到正常時期的大約七成 要全面恢復 還需要等到六月底 路透社就提到 說鹽田港是出現了自從2019年以來 最嚴重的貨輪堵塞現象 而根據德國媒體 法蘭克福匯報的報導所說 德國的工業生產 因為發生在鹽田港的貨船擠塞現象 而陷入了壓力之中 據估算 全世界貿易總量在五月份 就比起四月份降低了2.7% 而在六月的形勢 亦都是不容樂觀的 所以 其實深圳的 爆發疫情 對於全世界的貿易總量 原來都是有所影響 我們又可以關注一下 一旦六月的數據出來的時候 到底是不是都相應地下跌 我們同時也可以看到有些國家 如果在四月五月六月的出口量 還說增長了 就知道當中是有很大的水份 因為根本上 全世界的貿易總量都下跌 你說你的出口增長 不知道增長到哪裡了 接下來我們又看看 關於香港的情況 林鄭昨天在記者會上 繼續呼籲市民要去打針 她說多項的防疫抗疫措施 放寬都是以打針作為條件 她說香港有足夠的疫苗 和諸多的便利措施 提供給市民去打針 但是現時本港的疫苗接種情況 是很不理想 以如今的步伐 的確還需要很長的時間才達標 林鄭就說她本身的目標 要有每天 4萬人去打針 但是 疫苗接種計劃 展開了至今 大概是4個月 平均每天打針的人數 即是第一針 只有2-3萬人 這反映到林鄭是愚蠢 和好高慕遠 你作為行政長官定的指標出來 原來過了這麼多個月 都是沒有一天達標的 證明得到 你或者你的幕僚 那些估算是錯誤 當初你以為 很多人會聽你的腦點 或者聽你的動員 但是原來到最後 就發現到 每天你點谷 死谷難谷 都是平均2-3萬 那就是你自己的問題 為什麼你要市民積極地 配合你的目標 來做事呢 市民有要求提出的時候 政府的反應也沒那麼快 林鄭還說到 無論 市民對於特區政府有什麼看法 這不是特區政府的事 疫苗也不是由特區政府發明 又不是特區政府製造的 林鄭就說 懇請大家為了自己 為了家人 為了整個社會 為了各行各業 可以在相對好的 經濟復甦 到勢頭繼續好下去 令到失業的人下一個月就可以有事做 下午去登記打針 其實林鄭這樣說 是相當不負責任的 第一 你要令到失業的人下個月有事做 這不是普通民眾的責任 這是特區政府的責任 你要創造就業 創造更加好的營商環境 創造更加好的經濟條件 市民創造 你不可以說市民打針 你穿針失敗 令到社會沒辦法重啟 就賴了市民打針 就算市民打針真是令到經濟 復甦得慢了 都不關市民事 是你那個政府穿針失敗 你應該是去反思一下 為什麼穿針失敗 就不是賴了市民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就算市民走去積極谷針也好 打完針 那些人下個月就有事做 這是什麼邏輯 什麼道理 說得這麼準確 下個月就有事做 失業的人 你只是旅遊業就已經很被動了 你說想恢復跟哪裏通關 旅遊氣泡泡什麼 拋浪頭 你要人家那些國家都肯跟你搞 才行 要別人配合 所以你是很被動的 有些行業譬如說航運交通界 你說如果去做空姐 做機師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恢復 旅行社那些也是 你說不能說 那些人打針後 下個月失業的人就有工作 你不可以說這些 這些也不是市民的責任 另外 林鄭不能夠假定 所有現在未曾打針 或者不想去打針的人 都是跟特區政府對著幹 或者是不滿特區政府的 這個是錯誤的預設 我為什麼這麼說 的確有一群人 特區政府叫他走向東 他就特意走向西 林鄭叫他打針 他就特意不去打 事實上是有這群人 但是這群人在社會上 到底是佔了那個墳額多少 喂 你也說不準的是不是 你有做過民意調查嗎 你有數據嗎 你也是猜的 是有這群人 我也相信是有這群人 問題就是 還有一群人就是他官網 他擔心打針後會有很嚴重的副作用 他怕會拉踩 這群人也有 他純粹是怕死 而且這是不分黃藍的 你不要告訴我現在去打針的全部都是藍絲 藍絲都沒有打完 而一樣有黃絲是去打針的 有些黃絲的區議員都去打針 所以現在打針的人來講 不是全部都是藍絲 黃絲一樣都有去打的 可能他工作需要 可能那個企業壓下來說要他去打就打 但是你不能夠假設不打的人 全部都是說 不滿理或者是對你特區政府有看法 可能他對那些疫苗有看法 一個人他怕死是沒有錯的 還有就是特區政府就應該用多些 獎勵打針的方法 而不是用一些懲罰不打針的人 或者就走去 對於那些不打針的人口誅不發 文工武嚇是沒有用的 你應該獎勵打針的人 例如派錢 現金的獎勵就是最好的誘因 你又不做了 又說特區政府做又怕被人批評 那你就叫商界去做多一點 對不對 你就要獎勵那些打針的 而不是去懲罰那些未打針 或者不想打的人 還有一件事就是 其實無論歐洲或者英國也好 他們就算搞一些 所謂疫苗護照 或者是類似的名稱 也好 別人就包了幾件事 不單止是打針的 第一別人還有檢測 第二就是 有些人如果他是中過招的 其實他體內就是有一定的抗體水平 這又可以說回高本欣教授團隊的研究 他說有些人打完科興疫苗之後 體內的抗體水平是很低的 有些人甚至是可以檢測不到的 打針的目的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令到打針的人 能夠產生到一定的抗體水平 有些人他本身已經是中了招的 或者在社會裏面有些人 他自己中了招都未必知道 而是他產生了抗體水平 有這些人 香港都有 我也知道是有 因為我在Facebook看到 有些人他去驗抗體是驗到有 但是之前沒有確診的 當然有些就算確診的 其實他那個抗體水平也不一定高 這個是因人而異 所以特區政府不如就安排 或者是自願安排 有些人是喜歡去驗的 你就讓他去驗一下抗體 如果驗到他是有抗體的 而那個抗體的指標 都已經是跟打針差不多 那你就豁免他 那也是一條數 外國也是這樣做的 反正現在有些專家都走出來說 有些人在外國打完針之後 怎知道他有沒有效 就是入境的時候驗抗體 如果是這樣你境內都可以驗 如果驗到有些市民他本身是有抗體的 那那些人就豁免他去打針 因為有些人就是怕死他不去打 有些人中了招又不願意去打 他都中了 他都覺得自己有抗體 你安排他去驗一驗 自願的 不要強制的 他都中了 驗是驗也有的 就不用打了 你打針也是為了拿一個抗體 對吧 這些其實就是很有建設性的建議 不知道特區政府能否聽到入耳 好像是說你浪費的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